各位观众,心思台 坐在我旁边有傅子健医生 傅子健医生都不会陌生 因为很多时跟我们分享了很多 有关情绪病、精神科的专业知识 很多时我们听了很多不开心的东西 好像知道又不明白 因为太多像我们的bullet point 一言睡不着、不开心、抑郁 但这些字对而言好像很遥远 我始终有一个问题想问傅子健医生 其实在我身边如何感觉到这些人 有没有一些个案给我们看 这个好像我旁边的那个陈太 会不会有这样的个案呢 傅子健医生,请教下你 现在如何了解我们身边的朋友 有没有个案给我们求职 我即管介绍一些我们身边常见到的个案 但里面的资料我稍微更改过 希望大家可以有个立体的认识 对于抑郁症 事主A我叫他阿汤 阿汤本来说是一个售迷汽车的经纪 因为他自己本来说很大的压力 他整个组织的人跟着他去找食 所以很多时候因为公司的压力 尤其是很受经济的周期所影响 有时会达不到目标 所以整个组织的人都在一起 可能没有收入 或者会有些经济上 甚至乎老闆给的压力 令到他比较辛苦些 作为一个在公司里面 一个叫Team Leader 回到家里 他是两个小朋友的爸爸 对着太太 日常有高堂 还要照顾爸爸妈妈 有时真的很难 会把自己的工作压力带回家 我听副医生说 这些日常都有的事情 我们身边很多人都要找食 老闆又要给压力 家里要开饭 现在的东西又贵 这些补习费 可能就算回学不用支付费也贵 这些是生活上多方面的压力 阿汤怎么算 他到最后 其实他人慢慢变得越来越暴躁 其实有时他晚上失眠 他都不会告诉家人 可能半夜起了身 去喝酒 去帮自己继续睡觉 但其实喝酒多你也知道 对身体也不是一件好事 既盛又开始有些仿佛 个人又集中不了精神 去到上班的时候 那些下属有时做些东西 交一些单 回去有些问题 做不足事 立刻大发雷霆 甚至乎在公司以外的场合 不单在公司上发同事脾气 对着客人也有时忍不住脾气 去到街上 如果有些人不小心走过 碰到他 他都会指着人来 对啊 如果我们说身边的人 有人发脾气 我今早上乘坐地铁来 那些人很怅 小小事都很紧张 这些情绪 包括在城市的压力 都是反映到人的精神状态 其实是的 我们记得到很多人 尤其是在经济环境比较差一点的时候 因为银食艰难 很多时候把压力转化 成为对着自己 或对着其他人的发泄途径 例如一些不懂的人 或者有些人排队 不太规矩 或者有些人走路的时候 遇见他 等等 就会小小事 把他带作文章 把他自己的情绪上 積落了的怨气 找个机会发泄 对着其他陌生人 其实有时候对着家 都会对着一些比较 相对来说 角色上软弱一点 太太 又或者是小朋友 读书不厉害的话 那就惨了 会指着他去骂 你是不是不努力 不努力 将来找不到钱等等 令到小朋友 和他的关系 都会非常紧张 最初开始 家人就觉得他越来越猛争 坊间很多时候 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觉得这些是否叫噪狂 其实这些是一些误解来的 一般来说 男性的中年 很多时候 他们所谓的抑鬱的病法 就并不是说 一定是哭苦哭忽 又或者睡不到觉 又或者是否一定会 受光吃不下 其实相反 很多时候 他们会将这些负面的情绪 变成为一些很冲动的行为 例如骂人 甚至乎乱买东西 有些人甚至乎乱吃东西 从早上吃到晚 吃都不饱等等 这些都是一些 原来是抑鬱的病症 总而言之 作为身边的人 家人 留意得到 譬如知道他可能工作有压力 又在家庭上出现了一些磨擦 如果他的行为 他的思维 他的想法 开始好像他不和以前的他 他的性格开始有很大的改变 其实这些都是危险的讯号 我们要去关心一下他 了解一下他在发生什么事 尤其是男性 他们很多时候 他们外于他们的身份 不是很敢去把自己的问题 说出来 男儿有类不轻痰 很多时候都放在心中 甚至乎可能只不过是 对着一两个朋友 出去摸着酒杯底 然后伸两句就算了 如果可以立体一点 多方面去了解他 譬如从他公司的同事 甚至乎他一些朋友 比较熟悉他的朋友 去问清楚 究竟他最近是否有什么事 有时候可能避免到 一些悲剧的发生 OK 这个很重要 最近一看报纸 悲剧这件事 周围无人无知 有时就是夫妻关系 父子关系 都很多 甚至压力给了小朋友 让小朋友出事 到时就很不开心